韋泉 大家好歡迎收看韋泉TV 我是主持人Iris 這一季的主題為藍陽風情 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這道料理叫做番茄娘子 使用的是這一款胃泉培肩芝麻醬 那麼讓我們邀請宜蘭杜曉悅行政主廚 陳兆玲 陳師傅來為我們掌廚 哈囉 歡迎陳師傅 哈囉 歡迎陳師傅 跟宜蘭的麵線拿來做一個料理 就是說配合胃泉的培肩芝麻醬 因為我為什麼要用這個 因為題目丟給我的時候 我才告訴你什麼配胃是最合的 那我們首先 番茄一定是要整個好好等 誰看了又那個 放進去 哇 這每一顆顏色都很新鮮耶 那大概要煮多久呢 不管熟的話 秋冬的時候也可以用 因為不管它什麼時候隨時都可以用 好 這好之後我們這稍微要扒皮 把它扒皮扒掉下來 其實煮熟了之後就一下子就扒好了 就扒好了 扒好以後也可以 還沒扒也可以 有什麼訣竅 這個把它切一下 這個蓋子 嗯 是 然後我們挖球器把它挖掉 來 來 要把這個都挖掉 對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要裝麵線 對 那麵線我們事先要把它綁好 要綁好啊 一把一把的這樣 剛好可以配上一個番茄是不是 對 那我們水滾的對不對 我們就排 是 哇 大概煮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好 有準備 這個為什麼要過水呢 因為水煮好之後它會比較Q 所以放下去它會比較Q 哦 所以如果放在有冰塊的地方 冰鎮的話更Q 大家吃起來口感更加的清爽 你要稍微有一點 讓它容易激 所以冷漬感就容易激 對 有一點意境的味道 那就這樣子 師傅該不會是水象星座的吧 這個很溫柔的感覺 很有創意 這樣子把它慢慢繞 慢慢的繞 那就OK啦 好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還有一個 對 螃蟹 螃蟹要把它放上去做一點點綴 有個這是冷的 如果要吃熱的也可以啊 你就把它下去蒸就好了 好 如果要吹的話 喔 就點綴一下 對 番茄配上海鮮應該是非常的match 對 好 那馬上我們是不是還要加入我們的靈魂 對 靈魂人物在這裡 靈魂人物在這裡 靈魂人物 它是利用這個二次乳化 所以其實不會看到一些油水分離的情形 到底講這個我已經有稍微搖晃一下 那還是要稍微搖晃一下 嗯 輕輕的搖晃一下 那 再請問一下 這款我們的味全培肩芝麻醬 除了在今天像這樣子的冷盤使用的話 其實像其他的吃火鍋也可以拌是不是 對 或者是還有什麼推薦你使用 稍微講這個吃火鍋可以拌的 嗯 那下次我要表演 然後可能就會做火鍋給大家看 是怎麼處理 可以蒸火鍋料 這個喔 我們的培肩芝麻醬 是承襲著這個日本的技術喔 我們可以稍微點綴一下 你看那邊有那個草能有這個 好 我們就稍微把它裝飾一下這樣子 哇 通常呢我覺得這上面的點綴也是很重要的 這樣就完成了 那師傅這邊也準備了一個成盤用的盤子 來麻煩師傅 用小盤也可以 那我們為了更漂亮一點 我們把它另外一個盤子來盤水 哇這樣真的很美麗喔 那這一道我們的番茄鳥 這樣子就完成了 馬上進行試吃了 馬上要來試吃這一道呢 是 看起來非常清爽 我剛剛幫你稍微剪一下 喔 那我要試吃囉 試試看 番茄也不錯 好鮮甜喔 而且呢 我覺得這個麵線喔 跟我們的芝麻醬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match 對 它會結得很好 而且呢 吃出一點淡淡的酸甜味 對 然後呢還有一點蛋黃的味道 還是芝麻醬的味道 芝麻醬的味道 對對對 哇師傅我想要問一下喔 這個為什麼要叫做番茄娘子 該不會是娘子呢 都像我們的這個麵線一樣啊 跟我們的溫順這麼的柔滑一樣 你看看它是不是像 是不是像男人不像 娘子比較好聽 非常的柔情的感覺 對 是不是喔非常有意境的一道料理 而且呢不管是春夏秋冬 都是一道非常好的開胃菜 搭配上我們的培肩芝麻醬 可以說是一個最完美的搭配 是 那麼這一道番茄娘子呢 也可以說是超級成功喔 好啦 那麼呢我也全TV 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下次見